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血不通的原因就是经络不通 所以身心都不自由 通过走路 气血通畅了 身心就自由了 这方面与不产有关系 零五 增强心脏功能 不爱运动 所以心脏不好 不行能增强心脏功能 使心脏慢而有力 零六 打通血管 医学讲 步行能增强血管弹性 减少血管破裂的可能性 也能够增强全身弹性 零七 增强肌肉力量 生活没有规律 所以全身肌肉僵硬而没有弹性 没有力量 通过步行之后增强肌肉力量 还有强健腿力 足力 筋骨 而且关节也灵活了 零八 通常血液循环 人体血液不通常 因为经络和脉络不通 人容易的病 步行能够打通经络 增强人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零九 减少五脏疾病 五脏六腑需要运动 如果不运动 自然就硬化而的病 因此 步行可以增强消化线的分泌功能 促进胃肠有规律的软动 增加食欲 增强五脏六腑弹性的功能 很多疾病自然就治愈 一零 治愈三高 有三高 医生们开了很多药方 没有大的效果 开始走路吧 五个月减了四十斤 三高就三合了 步行对于防治高血压 糖尿病 肥胖症 习惯性便秘等症都有良好的作用 一 一 精神快乐 藏医学讲 定时坚持步行 会消除心脏缺血性症状或降低血压 使人体消除疲劳 精神愉快 缓解心慌心悸 人不愉快与血性有关系 步行能减少血糖 血脂 排除血淤 血症等血里的垃圾 血里没有垃圾 气血通常 人会愉快 一 二 体型美丽 人美不美与血性有直接关系 人的血里没有垃圾 人一定漂亮及美丽 血里垃圾多 人自然就不漂亮 因此 步行能排除体内的垃圾和血里的垃圾 减少人体腹部脂肪的积聚 保持人体的心体美 一 三 减少心肌梗塞 医学里讲 心肌梗塞主要是气血不通常 血凝快堵塞血管而造成的 不行能减少血凝快的形成 减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 一 四 增强肾功能 人本身懒惰 不愿意活动 做得时间长 会伤害肾 造成肾虚 肾炎 肾结石 肾功能退缩 因此 肾功血不足 肝血就不足 肝血不足 心血就不足 就开始生病了 为了治病吃药 增加肾的负担 不行能减少吃药 从而增强肾的功能 一 五 大脑清晰 待在电脑前 待在家里看书 写文章 大脑会不清晰 不行吧 接受户外新鲜空气 大脑思维活动变得清晰了 灵活了 明显消除了大脑的疲劳 提高了学习和修行 一 六 增强势力 看书 打电脑 发微信过多 势力退化了 具有关专家测试 每周步行三次 每次一小时 连续坚持 四个悦者与不喜欢运动的人相比 前者反应敏锐 视觉与记忆力均占优势 一 七 延年易受 生命在于运动的意思 不行是一种静中有动 动中有静的健身方式 可以缓解神经肌肉紧张 稳定情绪 这样寿命自然延长 一 八 开发智慧 人愚笨与血性有间接的关系 人体的血里垃圾多 人自然变为愚笨 愚笨的人无法开发智慧 定时坚持不行 能排除血里的垃圾 消除疲劳 精神愉快 缓解心慌心急 消除废弃污染 对强健身体 灵性活泼 提高智慧 一 九 异于大脑健康 户外运动有助于大脑释放更多的心快激素内 非态 户外漫步比室内跑步机运动更有益于心理健康 喜欢这影片吗 立刻订阅频道和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